好 陳北齊今天在這個西門町說 如果臺灣有司法公益的話 就把柯文哲放出來 但是柯文哲現在能夠放出來嗎 先讓橘子從日本回來 要從日本回來有這麼難嗎 好 除了這個橘子現在在滋留日本 對於柯文哲未來會不會延壓很不利之外 我們來看 這段時間的檢調也加緊了腳步 是不是真的已經在柯文哲的USB裡面 發現了神秘的內障 或者甚至更多的東西 這兩天除了還有約談的是 前柯P市長辦公室主任謝明珠 雖然謝明珠訊厚請回 可是據說檢方鎖定的是 謝明珠也有去外面募款嗎 那這個錢有進到民眾黨嗎 那怎麼進到民眾黨 甚至是直接進柯P的口袋嗎 據說這些募款 還跟眾望基金會又有關係 那昨天當然朱雅虎跟這個李文宗 他們要抗告 但結論都是繼續的羈押禁見 北院的理由說 朱雅虎坦承的行賄金額跟範圍是有疑慮的 因為即使朱雅虎強調是暫時坦承不分事實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北院認為有事實足任於這個朱雅虎未來可能翻供 而且如果出去了還有滅政勾串共犯或者證人之餘 那這些共犯跟證人一定還在外面嘛 那他們會是誰呢 所以就請到這個學位 當然你怎麼看這個朱雅虎跟李文宗的這個繼續羈押禁見 還有檢方現在整個偵辦的這個步調 還有橘子 真的橘子要從日本回來有這麼難 還要透過媒體人說怎麼辦 阿伯叫我把錢報好 那又繼續報嗎 為什麼要把錢報好 那真的是安家費而已 讓他避風頭而已的嗎 我是覺得錢購得好費 那就跟你說 這個錢不可以讓人知道 不可以讓人知道 對啊 你要購得好費對不對 這個錢不能亂花啦 而且這個錢是另有用途嘛 他叫你包著這不是安家費啦 四百萬怎麼可能安家費 而且橘子要跑路的話 他也不用只帶四百萬 他家裡面錢多的是啊 所以你今天如果只是給他四百萬加他跑路的話 那是不是有點扯 而且坐實了 你根本今天就是怎樣 畏罪潛逃嘛 這不是加重 加重一等嘛 對不對 現在人家講說橘子 可能就是雷洛鑽裡面的豬油仔 可是我是覺得說不一樣 其實那個大家不知道說雷洛 就是後來的旅樂 有沒有 他除了豬油仔之外 他還有一個叫韓德的 也是一個景觀 爛亨宅 那個是專門真的是幫大家洗錢的 所以為什麼他後來當污點證人 講出來說 旅樂他的財產有搭過五億 五億港幣 所以那個人家才會講說 他就是五億探長 就是從這邊來的對不對 那今天大家都寄望說 你橘子是不是知道什麼東西 你要不要回來 跟檢調單位講得很清楚 對不對 你可以當污點證人啊 因為這種案件說真的 突然間有臨門一腳 或者把整個事情突破的點 都是靠這些污點證人啊 之前看得出來嘛 你看那個豬亞虎跟那個 跟那個李文中有沒有 李文中比較像豬油仔 到處在外面拿錢 幹什麼的 他比較知道豬油仔 可是那些錢到最後 到底多少藏在哪裡 就在橘子身上 因為柯文哲 就不可能自己藏對不對 而且對他如果給橘子四百萬 那這個錢是從哪裡領出來的 還是又是什麼樣的這個案錢 所以人家講說橘子 其實從三月間 今年三月 他就已經離開那個 那個主席辦公室了嘛 而且那個時候 他就已經有去日本的紀錄啦 對啊 有沒有可能那些錢 都不是賬戶裡的錢 看得到的 而且這個四百萬 說錢錢 如果去兩次三次 我那天就說過了 他如果分批代錢出去 對不對 藏你也沒有你抓到對不對 而且他可以不公 因為他家裡很有錢 你找這種人去 帶錢出去的話 他也不在乎這些錢 對啊 而且他比較不會被人家起疑 他如果不公 那是柯文哲給我的 那是我們家給我的 我們阿嬤給我的 我杜聰明基金會董事 對不對 我們家有多好夥的錢 又要撈錢 對不對 炸幾百萬出去是懶散的而已 對不對 炸幾座了就怕死人 而且除了基子之外 難道不會有其他人帶錢出境嗎 現在不是告訴 看出來說 基子他媽媽 還有他阿嬤 有沒有他外婆 全部都有捐給柯文哲錢 對啊 那這些錢到底是誰 而且剛好都捐三十萬 對 而且我就跟你講 他們很會用這種方式 攪亂你整個政治現金的帳戶裡面 讓你的金流亂七八糟 看不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說 這真的是 我剛才講說 這個污點震層 殘狼發揮 臉門一腳 最重要的就是阿扁的那個 大帳房陳正惠 你之前也在查錢 除了說阿扁的海角七一 是因為你陳志忠 陳志忠跑去美國的時候 跟黃瑞敬兩個在那邊洗錢 被人家愛德蒙組織查到之後 把那個資料給我們調查局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 這些錢到底從哪裡來的 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陳正惠供出來 說常常他找了 吳樹貞找了很多那個銀行 國泰四華 元大什麼東西 反正他的朋友 請講五十 全都找出來 幫他债錢 所以那個時候牛仔很忙 天天在運錢 對啊 倡來倡去 關帝 中農府 國泰四華 什麼到處搬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最近講說 這個會不會是舉止 他就是可以當污點震能 所以為什麼北檢現在很低調 北檢是告訴人家 在講說對外是講說證人 角色帶離青 既然是證人角色帶離青 為什麼外界會知道他帶四百萬出去 對不對 所以這也表示說你檢調單位已經查到 不只這個狀況了 查到更多 我說橘子曝光主要是什麼 就是那個USB 那個USB當初查查查 所以為什麼他八月二十七號那天 有沒有他不是出境跑掉了有沒有 那天還有應曉威也是那天跑掉的 對啊 可是應曉威 差一點跑掉 對因為應曉威之前已經在金華城 關說這個案子裡面 就跟朱雅虎已經有被被被鎖定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驚覺說 為了朱雅虎也是被告 對不對 因為應曉威那時候已經被警官了 他不知道 那橘子不知道嗎 橘子是後來USB裡面開始查 發現說原來有一個 我之前不是講黃新香 陳文中 有沒有 現在不是還有一個謝明珠 辦公室主任 被約談之後很簡單 他們那時候清查說 你柯文哲的行程 秘密行程還有很多東西 到底是誰安排的 後來他們講了之後 發現說其實很多秘密行程 包括去逃租影員幹什麼東西 其實那都是橘子在弄的 對 包括你看那個什麼 橘子都知道 對 應曉拿三百萬 就是橘子去拿 所以就跟你講 那USB裡面記的太清楚了 所以聖騰摸課才知道說 哦 原來許子儀這橘子 原來在全案裡面是一個重要關鍵人 對不對 所以能夠查到橘子身上 表示說這整個網絡有沒有 現在沒有到案的 大概沒有幾個人 那橘子就其中最關鍵的 為什麼 因為他包括柯文哲的秘密行程 現金失障USB或者是什麼 LINE管理手機管理 全部橘子都知道啊 看起來其實真的都知道 對啊 難怪他會怕怎麼辦 我沒有這個錢要回來嗎 對啊 大家講說你橘子不回來 柯文哲可能被延壓的機率很高 其實橘子要不要回來 柯文哲都一定會被延壓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查到目前為止 看得出來是有很多的新市政 或者很多涉案市政 還沒有查明嘛 那這個柯文哲都會延壓 那柯文哲我現在知道是柯文哲他覺得真的大勢已去 看了40幾本書也不知道長得怎麼智慧 可是你知道你會發現他的律師跟他濾劍到底談了什麼東西 他應該知道橘子已經曝光了吧 不只這個喔 他之前他只是兩度拒絕提訓借訓的嘛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兩度拒絕提訓借訓 因為他知道什麼事情他都解釋不清楚啊 那你三名大律師跟你濾劍 濾劍了幾次之後難道都沒有談到案情嗎 這律師不就失職 對不對 我是要幫你做無罪辯護啊 你都不可以跟他講 什麼東西連橘子 我都不知道有這個人 而且律師搞不好很驚訝 對不對 他每次都覺得 哇 為什麼媒體又報一個 哇 為什麼又有這個東西出來 搞不好律師覺得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都沒跟我講 所以我去跟你律檢 沒路由 所以你乾脆就不要出庭好了 對不對 很簡單啊 因為你什麼也打不出來 你也說不清楚 而且你不敢認 最主要是柯文哲現在不敢認嘛 認了他就死了嘛 對不對 我其實背叛無期徒刑 我不要認的話 我至少還能 像今天西門町 還有人去聲援柯文哲 陳佩奇還要去現場 我跟你講陳佩奇現在也一樣 他們就是在訴諸這些小草 看有幾丈 算幾丈 算人頭了啦 現在剩多少人在那裡 好了 不管怎麼樣 現在看得出來齁 其實現在整個脈絡 蜘蛛網絡大概都清楚了 包括謝民族前辦公室主任被查 他就是在募款鎖定的縱望基金會 已經縱望基金會 已經有查出來一些奇奇怪怪的帳戶資料 我們之前不是講 縱望基金兩千七百萬 不知道發到哪裡嗎 對不對 兩千七也是一個秘密帳戶 兩百一也是一個神秘密碼 更誇張的日本也是一個神秘巧合 對 你看 怎麼大家都衝去日本啊 柯婦洋也在日本對不對 掃秀派也去日本 對 現在雞子走的也是日本 也是日本 所以他們在日本是不是什麼管道 不知道 所以減連後續啊 我看應該會有很多新市政 會再慢慢曝光出來